Hello大家好,我是幽灵 欢迎来到全面战争模拟器 这一期我们来玩一下时停效果 昨天我大致研究了一下 目前有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成太郎或者迪奥本体 使用治疗,选择远程攻击 毕竟我们目前要用替身来战斗 本体贸然冲上去就太混乱了 所以就用治疗来代替召唤替身的效果 然后再用时光术式的死亡爆炸 来触发时停效果 现在我们就去实战中来演示一下 白金之星添加了不会摔倒的技能 在高速移动的状态下就会这样的转圈 成太郎没有安装太多的技能 我们现在就等待时停触发的效果 效果还不错 有点实停的味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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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威う 威う 咱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方案 成太郎或者迪奥 有一只手安装时光术式的武器 其他的配置都和之前差不多 这一次我们用迪奥和世界 来演示一下第二个方案的效果 这样本体就可以释放V型的时停效果 再配合爆炸时停的效果 也是不错的搭配 最后我们用白金和世界来一场PK 双方的本体 成太郎和迪奥 也都以第一种方案的形式参加 开打以后 白金和世界没有缠斗的太久 两名替身分别偷袭对方的本体 迪奥及时调回了世界 来抵挡白金的攻势 迪奥化险为夷 世界与白金再次进入 怼权护欧模式 此刻迪奥发动了时停 两名替身同时上天 回到地面以后 继续护欧 双方都开启了愤怒模式 白金之心也抓准机会 狠狠吵 迪奥的脸上撸了一拳 这一拳直接要了迪奥的老命 迪奥虽然倒下了 但是依旧没有解除替身 世界摆脱白金的缠斗 只想尽快击杀成太郎 为迪奥报仇 白金速度杀回 保护成太郎的本体 成太郎发动时停 两名替身再次上天 迪奥的执念 就是击杀成太郎的本体 所以世界再次向成太郎 发起了猛烈攻击 此刻成太郎也倒下了 在最后一刻 他发动了时停 替身也没有收回 双方的本体都倒下了 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紧张紧张紧张 哪一方将赢得最终的胜利呢 他们同时挥拳 最后白金之星一拳击杀了世界 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啊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会